香港教育局现正接受办学团体 申请在港成立一所提供内地课程的学校 让来港投资或工作人士的子女 可以留港入学 以便将来回流内地升学 教育局是不是已经预见香港教育的没落 连让内地学生作为跳板到国外的作用 也都占失 所以有此一举 否则对上述所谓港票家庭的子女来说 内地课程究竟有多大吸引力 正如过去港票都将子女送到直支学校 或者国际学校收读的都是IB课程 即是国际文憑大学与科课程 性学要和哪里接轨不是很清楚吗 口讲可以很漂亮 身体却是诚实的 在香港连所谓爱国学校当中的主力 即使在97之后 宣传常常突出所谓华阳杂柱 爱籍老师和学生的形象总是不少得 强调毕业生升读的都是英美大学 内地大学就不受青睐 内地课程和融入内地教育系统 是不是需求恩切 也可见一帮 还看历史内地课程 在香港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而战之前不要说 战后私教内地课程的中坚 就有培桥、乡岛和汉华等等 竟然不可以划钱 但是几十年下来 有坚实外国背景的学校 早已经放弃内地课程 而私教香港主流课程 可以说明内地课程 是不是受香港的家长接受 内地课程和香港主流课程 最大的差异当然不在各个学科 难道牛敦第三定律到了香港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就不相等 沙士比亚的14行司进入了内地 就会变成七言律师 所谓两地课程的差异 在于意识形态 在于思想政治教育 在于人民价值的真与假 暂且以国家安全教育为例 港区国安法要求 在学校推行国安教育 其实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今天不准说结束一党专政 否则就有为国安 明天就异化成为爱国爱党外领导人 理据同样是国安 环顾中外有史为监 国家安全是假的 真的是控制思想 要人效忠和服从 对象正就是政权和把持政权的人 香港的国安教育课程 就直接了当採用了内地版本 香港教育局推行国安教育 虽然是因为港区国安法第九条的规定 但课程内容就不限于港区国安法 在发比全港国校的课程框架当中 就明确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第二条来都阶定国家安全的概念 教育局人员的确跳通眼尾 他们引用了第二条 但就对第三条制约网民 第三条当中那动听的一句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的确引起了诸多疑斗 什么是人民安全呢 是否包括宪法规定的公民人身自由 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呢 让国家安全的宗旨被疑不宣 是否希望回避学生问到 港区国安法下未审先定罪 先长期还押 又不准保释的做法 有否威胁人民安全当中的人身自由呢 未审讯就冻结财产 直接逼使公司结业的做法 是否有违人民安全当中的私产不被侵犯呢 甚至大有可能还有学生反问说 如果未定罪先还押 和冻结财产的做法是合法的 这样所谓人民安全作为宗旨 还是真的吗 遇到学生这样的问题 科堂中能够居实讨论吗 教育局人员是否为免 让国安教育课程自制难题 就隐去了不提《国家安全法》第三条 以为这样就可以干脆 不谈国安的宗旨在于人民安全呢 这个真与假的问题 正正触及了内地思想政治教育的死穴 由宪法到课程和教科书 由国务院白皮书到官员讲话 都不乏漂亮动听的言词 但只要对比现实世界 就反照出无比丑陋 因此推行内地课程 必须同时屏蔽现实 内地课程要在香港私教 是否意味着屏蔽手段 亦势在必行呢 以上是任恩的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情文